按俄罗斯历史著作《往年记事》记载 东斯拉夫人各个社团互相厮杀不休 都得精疲力尽 就想找一个画世人 与中国人印象中 战斗民族这个标签完全不同 俄罗斯起家时一点都不血性 相当不能战斗 俄罗斯人属于斯拉夫民族 斯拉夫人的对应单词是斯拉夫 这词是很多词汇的起点 东欧国家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都来自斯拉夫这个词 说明他们都是同一个斯拉夫老祖宗 网上找都一个骂声的 以前我写德国的时候 讲过罗马时代他们眼里的三大满足 分别是起源北欧的日尔曼人 起源中欧的凯尔特人 以及起源东欧的斯拉夫人 因为局势一直在变化 公元前几百年 北边实在太冷了 日尔曼人动得边打冷颤边南下墙地盘 凯尔特人很多地盘后面都被日尔曼人给占了 在法国的凯尔特人 被日尔曼法兰克布拿下 在英国的凯尔特人 被日尔曼昂萨布拿下 在德国的凯尔特人 被日尔曼条顿布拿下 留在原来北欧的日尔曼人 则改了个名字叫维京人 就上面这一小段 我估计许多量在量妹就要开始听晕 不过没啥不好意思的 古代罗马人也是花了好几百年时间 才搞清楚凯尔特人和日尔曼人的区别 要晕 大家一起晕 欧洲史就这样 民族本来就乱成一滩狗血 后面还加入了宗教 国家家族的戏份 他们那关系 比北京职业捞女的私生活还要乱 英国和德国的历史 读起来已经相当乱了 欧洲受这种复杂冲击最大的国家 还是法国 他们起源于凯尔特人 高卢部落联盟 但被罗马征服过 所以说罗曼语 被迫抛弃了老祖宗的凯尔特语 罗马征服高卢的过程十分血腥 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那是相当不客气 公元前58年 高卢人总共200万人 凯撒花8年时间杀掉100万 另100万成了罗马人的奴隶 凯撒又欠来大量罗马人居住 完成第一次人种杂交 高卢这块地才被帝国统治下来 法国人跟意大利不是同一个人种 但意大利人容易听懂法语 就是这个原因 六世纪初 高卢又被日耳曼法兰克部拿下 所以法国又自称法兰西 这下情况更复杂了 连续不断的被征服 使拉丁人 凯尔特人 日耳曼人 在这里混乱繁衍 粗俗点说就是相互配种 法国慢慢配成了一个杂合体 上千年杂上夹杂 国家成分博杂 什么人种都可以沾亲戴故 搞得最早由凯尔特人组成的国家 现在都弄不清祖上到底是谁 以前写铁血残阳德意志时 我介绍过 古罗马是围着地中海建国的 今天的法国和德国区域 罗马人不怎么看得上 是因为以前那些地方是森林和沼泽 气候也不太好 北欧就更差了 天寒地冻的 逼得日耳曼人日子没法过 只能南下打凯尔特人墙地盘 后来干脆顺道把罗马帝国也放倒 欧洲旧文明中心坍塌 气候发生变化 加上土地得到开垦 欧洲中心才由地中海 北一到法国德国 原先的野蛮人翻身把歌唱 欧洲之主 变成以日耳曼人为主 凯尔特人为福 加上法国这样的杂合民族所构成 原先伟大的罗马人 变成了过日子精打细算 偏安易于的意大利人 写到这里 估计大部分人 已被欧洲复杂的关系弄抓狂 其实我也抓狂 中国很多学者不愿研究欧洲时 就是被欧洲混乱的关系搞怕了 谁研究 谁神经衰弱 为什么讲俄罗斯不先讲斯拉夫人 而要先讲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呢 是因为俄罗斯受他们影响太深 尤其是法国影响巨大 绕是绕不过去的 咱把最痛苦的内容先垫一垫 日耳曼人举着刀 满欧洲追着凯尔特人砍的时候 斯拉夫人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 起先砍得血肉横飞 都没经历入侵斯拉夫人的土地 斯拉夫人一直跟大家相安无事 最多跟拜占庭干几仗 相当没有存在感 斯拉夫地区长期没有强国诞生 文明十分落后 一直到十世纪时 都没建立法律系统 一直过着粗糙的古代生活 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以眼还眼 以命偿命 在其他民族眼里 那里只是一片开阔的达野区域 住着一群没开化的野蛮人 常有其他强盛民族冲进来 把斯拉夫人抓走当奴奴 抓去卖掉 北欧的维京海盗以及巴巴黎海盗 过去就会把斯拉夫奴奴卖给英国人 才有了英语单词奴隶斯拉夫 有人怀疑斯拉夫人这个单词 是由奴隶演化而来 其实说反了 是先有斯拉夫人这个单词 然后斯拉夫人被贩卖 才有了衍生词奴隶 15到17世纪 达达人的克里米亚汉国兴起 这个汉国跟莫斯科公国一样 原本都是金帐汉国的一部分 1430年 金帐汉国高层内讧 名下各地开始独立 便诞生了克里米亚汉国 1468年 克里米亚大汉格莱 取正那亚的卡法城做客 碰巧遇到奥斯曼帝国攻打该城 克里米亚大汉就被困在城里 围城战一打就打了好几年 1475年6月 卡法破城 格莱被奥斯曼俘虏 关了两年后 格莱向奥斯曼称臣 说只要老大你放了我 我以后就给你抓奴隶 斯拉夫花姑娘大大的有 克里米亚汉国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做老大 但民众主体是信伊斯兰教的达达人 我2024年写俄罗斯调查报告去的喀山 就是达达人的首都 一位达达人包公头师傅跟我说 他们现在跟俄罗斯人已经和平相处 老早不抓俄罗斯人了 但那时的蒙古人跟达达人侵略成性 他们常去北边打野 将乌克兰 波兰 俄罗斯人抓走 当奴隶小部分卖到意大利城邦或西欧 大部分卖给背后大佬奥斯曼帝国 把贩卖白奴硬生生搞成了立国之本 我们现在都熟悉黑奴往事 但鲜少有人知道白奴也存在几百年时间 克里米亚汉国三百年时间 抓走了几百万斯拉夫人 迈到奥斯曼帝国 乌克兰以前有首民歌 描述被达达人抓白奴的情景 听起来就很惨 火焰在河岸边燃烧 达达人在分配他们的俘虏 我们的村子被烧了 所有的财产被洗劫了 老妈妈被杀了 我的心上人被俘虏了 达达人爱拐卖人口是有原因的 那年头一只羊价值两金币 一匹马价值15金币 而一个斯拉夫奴隶 可以卖20到50金币 他们最喜欢欺负波兰和俄罗斯 1500到1700年 共掳走了波兰俄罗斯 共计200万人口 达达人最喜欢抓 北高家族地区的切尔克斯人 这个民族出了名的调顺盘量 身材比例好 长得又好看 而且既听话又伶俐 常常高价卖给奥斯曼人做后宫 斯拉夫人是达达人 第二喜欢抓的俘虏 斯拉夫人长得也很好 反正我全世界到处跑 觉得他们那是地球上 美女最多的地方 但因为抓的数量实在太多 四个斯拉夫人的价格 才相当于一个切尔克斯人 达达人最不喜欢的是德国女人 嫌他们身体粗壮而僵硬 只能干粗活不能歌舞 长得最漂亮的切尔克斯人 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过他们的国家 目前他们分散居住在 俄罗斯 土耳其 约旦 叙利亚 伊拉克等国 达达人忙着抓白奴的时候 黑奴贸易也在同期进行 那时候中国处于明朝中叶 到清朝早期 普通人家不可续奴 相比他们要文明的多 斯拉夫白奴数量太多 打打普通人每家都能拥有 十到二十个奴隶 小贵族有上百个奴隶 奥斯曼大城市 白奴能占到全城的百分之四十 首都伊斯坦布尔全城 百分之二十也都是白奴 白奴抓来后 会被带上手料脚料干活 睡觉时会把几个奴隶绑在一起 关在房子或土坑里过夜 门外还会有人严密监视 白奴平时负责种地放牧 手工以及其他粗活苦活累活 翻一点小错 打打人或奥斯曼人 就会毒打他们 或者砍掉他们的手脚 花这么长篇幅 介绍斯拉夫白奴 是想告诉大家两件事 一 斯拉夫民族早期 真的不是啥战斗民族 他们过去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 文明也十分落后 从来不在欧洲舞台中心 罗马倒掉后 欧洲基本盘是日耳曼人的 斯拉夫人在欧洲 有点像亚洲陆地版日本 属于偏远文明 要被扶贫的那种 二 达达人所在的克里米亚 就是今天俄乌主要争夺的地区之一 达达人一直在欺负俄罗斯人 所以1783年4月 叶卡吉利纳二世 能将克里米亚并入沙俄 为俄罗斯人报了百年血仇 俄国人就要拜他为大帝 这也弄清楚了为啥俄国人 对克里米亚这块地充满了历史感情 日耳曼人 凯尔特人 斯拉夫人 都只是一个统称 他们在欧洲从来没有统一过 也不能怪他们 就欧洲那种多山多河的破碎地形 加上苦哈哈的交通条件 又没有大河贯穿全欧 不统一才是正常的 统一才不正常 今天的欧洲 英国和德国大部分是日耳曼人后代 英国的威尔士 苏格兰 加上旁边的爱尔兰是凯尔特人后代 法国人种相对杂合 意大利人是罗马后裔拉丁人为主 混合其他民族的后代 西班牙是法国那种杂合型 再加阿拉伯人混出来的 比法国更乱 西欧混得这么乱 但东欧那么广大的区域 绝大部分还是斯拉夫人后代 日耳曼人也曾经进攻过斯拉夫人 他们的分支条顿骑士团向东进攻时 在1242年被诺夫哥罗德公国大功击败 使纳尔瓦上游地区 成为了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 天然分界线和缓冲区 此后双方后代反复争夺这块区域 一直到彼得大帝1704年 将这块地区彻底吃下来 关起门来过日子的斯拉夫人 内部是谁也不负谁的 又分成东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人 西斯拉夫人 三大分支 斯拉夫人最早生活在今天 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 卡尔巴千山一带 六世纪高卢刚被日耳曼人拿下时 斯拉夫人也遭到别的民族猛攻 四下逃散 往西北方向跑的流向了 今天的波罗 捷克等 就叫西斯拉夫人 向南边跑的流向了今天的 塞尔维亚 波黑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等 就叫南斯拉夫人 向东边跑的流向了今天的 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就叫东斯拉夫人 感情都生疏了 加上宗教信仰和利益不同 关系出不好的 比如克罗地亚 比谁都亲日而慢帝国 连斯拉夫文字都放弃了 比如波兰跟俄罗斯 明明都是斯拉夫人 但波兰很害怕俄罗斯 将他们亡国灭中 抱北约大腿比谁都积极 说明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不能含糊地将一个人种 默认成共同利益集团 本文主讲俄罗斯 所以我们只重点讲 东斯拉夫人的故事 东斯拉夫人文明进化的很慢 一直没有形成国家 直到九世纪时才形成了上百个公国 最强大的是南方的基辅公国 和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公国 基辅大家都知道 就是现在乌克兰的首都 这个诺夫哥罗德大家就不熟了 它在今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中间位置 也不算太偏远 这地方能兴起 是因为地处沃尔霍夫河与沃瓦记河 方便做木材和皮毛生意 诺夫哥罗德会兴起是正常情况 莫斯科兴起才是一个意外 按俄罗斯历史著作 往年记事记载 东斯拉夫人各个社团互相厮杀不朽 斗得精疲力尽 就想找一个化石人 862年的时候 他们就去北京瑞典 请维京人里头的瓦梁格人 来做他们老大 瓦梁格人推出老大刘里克 老二西涅乌斯 老三特鲁沃带精兵上千人 来到诺夫哥罗德 但老二老三很快去世了 老大刘里克接收了两位弟弟的土地 建立了刘里克王朝 从这年开始 俄罗斯这个国家才算成立了 部分历史学家认为 历史书被美化过 只为了说明刘里克的合法性 其实刘里克这拨维京人 压根就不是东斯拉夫人 请他们过来的 这拨人原先是雇佣兵 过来打工赚钱的 没想到反杀了东斯拉夫甲方 自立为王 我个人倾向于 是这拨雇佣兵反杀原主人 独死独多了 我从来没见过 真正愿意交出权力的人 何况从政治学常识来说 东斯拉夫互有血仇的各首领 让他们坐在一起开会就不太可能 让他们开完会 再找个新老大来统治他们 就更不可能了 这是有为常识的 为了反抗这些反客为主的雇佣兵 斯拉夫人还曾发生过基瓦姆起义 但被刘里克镇压 起义军全部杀光 刘里克死于879年 他亲戚奥列格于882年攻下基辅 从此统一东斯拉夫 建立基辅罗斯 这个政权是今天乌克兰 白俄罗斯 俄罗斯三个国家的共同祖先 基辅罗斯这个政权名就很有意思 罗斯来自芬兰语罗兹 意思是讲手 来自海上的人 海上旅行者 暗示政权建立者就是维京人 前面说过 维京人就是留在北欧的日耳曼人 也就是说 俄罗斯人并不是自己建立的国家 是日耳曼原住民维京人分支 瓦良格人帮他们建立的 住在欧洲北边的 就是比住在南边的能打 你说说这欧洲史 真的乱得一塌糊涂 不过这批维京人 毕竟人太少就小几千 所以很快被东斯拉夫给通化了 王公后面也用东斯拉夫名字 那时候俄罗斯人的形象 大概是下土这样 主要还是以村舍的形式散居 平时砍伐森林后 更做土地 集体饲养牲畜 集体狩猎打鱼 有问题就召开士族大会 讨论决定 十分落后粗忙 一不高兴就给你一锤子那种 西欧那边一直当他们是野蛮人 当然了 其实西欧那些日耳曼人 这时候也文明不到哪里去 维京人攻下基辅的882年 已经是中国唐朝末期 俄罗斯才刚完成统一 中国有准确文字记载的历史 比俄罗斯要早2000年 可见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起点 真的非常非常低